堅持買在底部區 後續一段的行情 五成 六成 九成 一倍的股票獲利 自然而然跟著你 歡迎收看股市招邀鏡 我是陳俊言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 一起招邀來現行 好的 今天來講的話台北股市 大盤又是一個震盪的過程 那我先就說大家你看盤後 今天來講的話大盤在最後面 收一個小紅 小漲11點 你會發現 外資在這個位置居然是賣超的 如何來看 我相信我在節目上已經非常強調整個大盤在這一邊要做什麼 我們早在11月初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節目上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說 整個大盤這一邊他走的是一個右空的意圖 大盤從11月4號就已經開始在做右空的動作了 這個是我在節目上早就已經公開了會員的解盤的訊息 不是只有我會員收的到 我直接把 這樣一個右空的意圖 這樣的一個大盤走勢 因為那一天來講行情是跌的 來回到我身上 我這邊我們 大家一起來看說 11月4號來講的話大盤在什麼位置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行情在什麼位置 這是大盤的日線圖 我們可以直接 幫大家來做一個註記 11月4號的位置就在這邊 大家你可以發現 11月4號的位置就在這一根的 劉長上癮線的小黑棒 從那一天的節目就要是已經跟大家來談到 整個大盤走的是一個右空軋空的行情了 那我先說說你從這一根小黑棒開始 一路的到現在整個行情怎麼樣 從17500點 一直的到 整個接近18000 現在你會說老師18000好像沒有過好像18000怎麼樣 你要思考一下 現在來講的話 你務必要懂的是 大盤指數 他已經告訴你他的意圖是什麼 右空 軋空 右空 養空 已經軋第一段上去了 這邊來講的話 第二段的行情在這個位置 他要做什麼 第二段的右空養空的行情 所以你現在不需要去思考說大盤指數這一邊來講的話 到底能不能過18000到底會不會過19000能不能來20000 那個絕對不是你今年 最後面這一段行情的重點 而是你的重點在於說我要報什麼股票 後面來講的話 大盤不管要不要供過18000 那一些股票都比大盤還強 只要你選的股票可以比大盤強 大盤往上攻過18000到19000 你的股票絕對會往上飆 但是你如果這一邊來講的話一直在思考哇大盤這一邊會不會過1900020000 那又錯過行情了 不要忘記我們在10月份已經跟大家很強調這個是底部 我們在這一邊大半個月的時間行情看起來岌岌可危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個在打底 我已經撿過三次以上的重播帶 我那一個時候大盤跌的時候我用我半個月的時間告訴你為什麼叫打底 現在來講我在這個位置我告訴你 他在右空軋空已經開始第二段的右空養空的行情了 所以務必要懂得現在這個時間點你要做什麼 我相信就是說大家你在這個位置 在家裡的目光似為所謂哇外資沒有買外資怎麼樣的 你會錯過行情 現在來講的話整個 行情在這個位置你要思考是有沒有抱對股票 今天來講我相信說很多投資朋友會開始想問說 航運股是不是又起來了 航運股這一邊有沒有機會 航運股在這個位置來講的話你怎麼看 畢竟 航運股在今天 開始來講的話 盤面上大家會覺得說是不是一個亮點又出來了 航運股是不是起始回升了 這是長榮 這是陽明 我相信就是說這兩檔股票 反而就是說 比那個 比較高價一點的 萬海 表現到更強 因為到後面來講你會發現說套萬海的 套萬海的 你很明顯你的貨櫃三窮這樣子那個洗 洗到後面來講的話變萬海最弱 原本是萬海是指標然後弄到後面萬海最弱所以我一直聊到 你手中有航運股你被套到航運股你想解套的你千萬不要是增加你的持股贓數 因為在洗的過程來講你絕對不會知道哪一檔股票會變最弱 原本的指標萬海變成是最弱的 好回到我身上 我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先跟大家來回顧 因為居老師已經很強調就是說 我在那個10月份的時候 大盤在打底的時候我一直告訴你 這個是10月份那個畫面的截圖啦節目畫面的截圖 當時候我已經告訴你 航運股貨櫃三雄 他有一個基本反彈的一個 訊號 我當時已經告訴大家而且這一個訊號來講我已經提醒就是說 你手中有航運股想要做一個逆轉勝然後來找我的 會員們 我當時候已經把這個訊息 完整了不管哪個等級的會員你都會看得到這個訊息 我甚至在節目上已經做了提醒 我相信就是說整個在11月初的時候我已經 告訴大家 反彈的基本訊號有看到了 但是我當時候還是告訴你 不要去 因為這個反彈出來然後你覺得這一邊航運股可以怎麼樣 可以幫你賺大錢或者是這一邊航運股 可以買 你要把你的資金用在對的地方 這是我在節目上公開 手中有套到航運股的你不要再將你的資金一直放在裡面 因為怎麼樣 你有更好的選擇 行情走到這個位置 大盤打完底 接下來整個是一個什麼 反向要右空軋空往上走的行情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以來教老師一直不斷的強調 我不是看壞航運股 而是說他們的籌碼面 相對的比較不利 相對的比較不利 所以 我不建議 你那個手中已經有航運股了 好你當然你有方法我們可以一起來 幫助你就說 彈起來了 不要賣在一個阿呆股 或是不要那個砍在一個 非常沒有尊嚴的地方 所以我告訴你起死回生 所以我10月份告訴你一句話 自死地而後生 所有觀眾我在節目上都已經直接把這句話當標題了 但是我告訴你不能去增加你持股部位的原因是什麼 你會發現 他的漲幅已經沒有辦法像過往一樣了 這是2603的長榮 我就強調一句話 當時候我就已經跟他教學了 10月份 10月份有跟他教學一個叫卷之筆的 你看一下 長榮卷之筆 打進11月份來講他有沒有增加 沒有 所以你看他的什麼股價什麼 他即便是要反彈有反彈的基本訊號所以他慢慢走慢慢走 這個時候你只要去部署 10月份你部署的一些的 電子股來講的話 基本上 隨隨便便都比他還強 相同左右的價位我相信就是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去強調過AMD概念股跟大家去強調過的 不用去追元宇宙雖然我也沒有部署第一波元宇宙的股票 但是這一邊來講的話我帶會員買的股票 其實都可以怎麼樣都比他強 10月份你只要敢買 敢 敢進場來做一個 打底的過程你敢爆股票敢買股票 基本上你到現在來講的話你10月買的股票現在來講的話基本上 幾乎有等的就說什麼時候來講的話一段真實的 往上噴出去的走勢什麼時候要出現 快跟慢或者是先後順序而已 另外來講的話航運 你現在都可以看得到這是我先幫他帶過 海運的這個是那一個陽明2609陽明 卷之筆一樣我們就拿這個指標來看就好了同樣是航運股 待會我讓大家去對比說我告訴你說為什麼你不要把資金放在 海運 身上就貨櫃三雄身上 當然其他散裝行運也是如此 你看一下卷之筆來講 陽明這一檔股票卷之筆是什麼趴在地上的 我相信你只要市面上任何你是券商開戶的看盤軟體 那個軟體你下面的指標你去切一個叫卷之筆就可以了 你自然而然就會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10月份我已經強調 他有個基本的反彈訊號而且已經看到了但是我絕對不會建議你 將你的資金一直攤在裡面 或者是下去 抄底搶反彈 不是看壞而是他們的籌碼面不利 在這個時間點 相對是不利的你如果有新的資金來講的話你為什麼要 躺這國渾水 你可以怎樣 你把你這一股新的資金來講的話放進一些 會那個往上飆的那一些電子股 我在10月份11月初已經跟大家來聊這件事情了 剛才聊到萬海反而是貨櫃三角現在最慘的 他卷之筆怎麼樣 一樣啊趴在地上啊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的行情 大家你可以發現 一樣是航運股 現在資金在 航運來講的話轉到什麼地方去 航空啊 你對比一下這個是華航嘛 這概念來講我在節目上教學過分享過嘛 華航從11月份開始來講的話卷之筆一直往上拉 這麼明白的一個 對比的指標你就可以明顯了為什麼航運股那個很慢 他已經有反彈訊號可是他走不快為什麼 他沒有那個軋空的養分啊 那個市場上面的資金 法人的資金什麼 跑到航空股去啊 因為那個航空有人放空啊 海運那一邊沒有人放空啊 因為海運一直都是好消息一直出來一直出來 財報很好大家都知道他財報很好基本面很好 怎麼樣都 很少人會說看壞他的未來嘛 不敢嘛 現在大家都不敢嘛 所以 相對的 沒有人敢放空提供他軋空養分 所以怎麼樣 一樣都是航運股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11月份 所有在航運的資金全部轉到航空去了 華航跟什麼 長榮航很明顯可以讓大家看到這檔的長榮航也是一樣啊2618長榮航 卷之筆也一直飆高啊 就這麼簡單一個數字 你三秒鐘瞄過去對比一下你自然讓人就知道 劉老師為什麼告訴你海運 你手上套到海運股的 你千萬不要增加你的持股部位 因為接下來即便他再往上談再往上墊高 賣的人只會越來越多而已 因為被套太久了 因為太多人 長榮陽明套在200塊以上了 萬海套在300以上的也很多 太久了 所以你變成說大盤攻到要18000 要挑戰18000 有人覺得已經那個在 想說 討論說有沒有19000的空間了 你的航運股卻是什麼樣 套在很高檔 幾乎是在豬頭山上面 所以你那一些資金套在豬頭山上面的人會不會害怕 會他會覺得我想要這一邊趕快把握住行情 會換股越來越多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這個位置來講的話我已經跟大家 告訴大家不是馬後炮事後才跟你去談這件事 我是在10月份的時候 大盤打底的時候我一邊的提醒你一邊的告訴你 手中的資金要放在對的地方 所以我在最近的節目上 跟大家公開來驗證給我的持股來講的話是不是一檔一檔往上走 就是這個道理所以 談到這一邊來講的話我還是要提醒就是說 相信9月份10月份 華航長榮航被套到來找我的 清代會員幾位來講我一直告訴你不要 賣在那個位置 等11月航行這一邊長榮華航 起來了我帶你賣 你現在就知道為什麼我會強調這件事情 所以我早就已經把那個清代會員這邊訊息來講因為我的那個 航空股 套航空股來找我的人 他們的等級都是在清代會員 一對一清代會員所以 一對一清代我有辦法 一一的幫他們手中的持股來講 好告訴你這張股票有沒有機會 我哪個時候要賣我帶你賣然後資金直接一對一來幫你 就是說做換股 所以 清代會員來講的話他們會收到這樣的訊息我早在什麼 這個都在節目上早就已經公開了這都是畫面 節目畫面的截圖我早就已經公開不是第一天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你與其去問說老是那個航運股 長榮陽明萬海這一邊你怎麼來看 或者是這一邊來講的話散裝航運怎麼來看 我不是在批評喔這一些股票來講的話基本上 他們的機會你必須要 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明年了 那個機會也許你要心理準備就是明年 放完農曆年假之後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要在明年過年 那個年假你手中要有一個賺錢的機會 你要思考的絕對不會是那一個 海運的部分不管是貨櫃或者是散裝 我必須要這麼 這麼殘忍的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籌碼不利然後另外來講現在的資金他本身就是比較集中在 電子股的部分 除非你這一邊來講放空的人要去那空死航運股人變多 哇那可能給他一個軋空的機會 但是那一些股本太大 很難去軋空 我希望就是說加入我的Lite 我這一邊來講的話會在我Lite 分享的個股 不會只有盤前 每天早上8點 手去點名那些股票 你只要在我Lite這一邊留在我Lite 加入Lite這一裡 我固定會在Lite這邊分享的影片特別節目的影片 你都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的股票 你只要願意去追蹤他後面來講都 讓你意想不到的結果 我們長期的幫大家來追蹤了 哪一些股票那另外哪一些股票我已經分享在Lite這裡 還沒衝出來的 你要懂的是什麼 那個是你的機會 你要懂得什麼時候適當的買點在哪裡 那一些股票我會把它分享出來你覺得我不會帶貨員買喔 我就問你這句話就好了 隱藏版的黑馬股 上個禮拜早就已經分享這一段影片了 我只要告訴你他們的 籌碼面的優勢隨隨便便 都可以比貨櫃三雄散裝航運還要好 所以你現在最重要的功課不是問說老是這邊航運股來講的話 還可不可以買 你覺得航運股這一邊來講的話適不適合在進場 我直接告訴你時間點不對 你要思考航運股來講的話你 真的要等到明年過完年之後再去思考再去觀察了 你要在明年 放年假之前你要有一筆獲利在手裡 你現在就要找對股票 隱藏版的黑馬股我在我Lite這邊分享多久了 講白一點這四檔的股票 他們的 卷資比我早就幫大家拉出來的都整理出來 現成的在那邊 可惜很多人喔 還是一樣那個死腦筋一直在想說 航運股這邊有沒有機會啊到180 有沒有機會這一波到160 我看他都傻眼了 所以我 我只能就是說好我透過節目這一邊 你如果願意看你如果願意做一個筆記 你如果願意聽 我直接告訴你你要去思考那些問題來講的話你maybe應該就是明年 過完年之後的事情 如果那個時候大盤的格局 沒有走進空頭沒有空頭危機 那你的航運股會有機會 但你如果到明年那個時間點大盤有空頭危機 你就要真的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因為我過去 前面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已經不止一次跟大家來提醒就是說如果你那個抱著貨櫃三雄 後面你的心態是每一年每一年要領他現金鼓勵的那我沒話說 但是你如果要掌握住這一段台北股市的多頭還沒結束 對的時間點你要抱對股票 我講白一點這個 四檔黑馬股 都還比他有機會 在我Lite這一邊 我會持續的分享 新朋友你一定可以看得到 過往來講的話我在Lite分享的股票出去的盤前分析所點名的 很多人陸陸續續有人來謝謝我 因為這一段時間來講的話你只要願意相信我 10月份那個時候我花了大半月我跟你講大盤在打底 我點名那些股票你願意去追蹤他講白一點 買個一張兩張試試看 後面來講的話意外的一個收穫 是不是有人因此這樣加入我會員因為他買了跟我會員一樣的持股 後面他不曉得怎麼賣 加入我會員後面來講的話 怎麼賣我帶你一起賣 我一併的通知你 這個就是你面對行情的時候如果可以用正向的態度或者是真實的 好好去思考一下行情這邊要做什麼不要去因為表面的漲跌或是讓人下跌的時候我自己就很害怕然後我把 手中股票賣光啊這邊說空頭了下看1萬6下看1萬5 結果什麼都沒有 對的股票讓你賣在阿呆股 多冤枉 對的股票 我在節目上所分享的股票 我在Lite這一邊分享的股票光是一檔同心電 6271的同心電那幾月份的時候我9月份的時候那時候盤不好我告訴你那是阿呆股 同心電這一檔股票我直接介紹給你 當時候這個 技術現行那個周線圖攤出來他是好的還是壞的 那個時候嚇都嚇死了 還什麼法人棄手一大堆的那種言論出來 後面來講的話 看一下那個 同心電來講瞄一下就好 時間關係我瞄一下就好 同心電這樣怎麼樣 一路往上走 9月份的時候這邊是不是阿呆股 這邊是不是阿呆股 9月這一邊這邊一整個9月份這邊是不是阿呆股 那個時候那個行情很岌岌可危的時候股票在底部很多人看不懂 627的同心電很多人看不懂 我節目上直接告訴你這叫阿呆股你砍在阿呆股你賣的話是阿呆股 可是市場上很多人在講 那個時候來講的話投信鬆動 投信鬆動怎麼會這樣一段上來 這樣股票多不多來我們一檔一檔來看啊 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我在節目上不是第一次跟大家來提醒 我希望就是說 你一定要知道我在節目上或者是我在LINE這邊分享出來的影片跟資訊他有 他絕對的價值 遠雄港 我講完之後來講的話 他有一根的跌停板 我相信你是我忠實觀眾 你都知道我直接把他當時候跌停的畫面留著 後面來講在節目上教學什麼叫那個反向軋空什麼叫卷資比什麼叫軋空的股票 右空仰空 軋空的股票 貿達再熟悉不過了吧 雅信 再熟悉不過了吧 雅光 來直接來看 我希望就是說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行情跌 他絕對不會是一個危機 你追在這根藏紅棒你一定自我了斷在這裡 你不曉得這一邊來講的話人家在右空 這個時間點來講我在節目上就是在教右空藏黑 你都可以在YouTube頻道來講的話去回溯 你看到藏黑棒你看到跌你害怕的 我已經告訴大家10月份打完底了 你現在要找那個10月份打完底的股票 10月份打完底 你現在來講的話看到沒有漲還沒有突破前高 那在把什麼 雅光他已經創新高了我現在告訴你你從雅光身上來講你要找到什麼 這種股票已經創新高了我不敢追 對你現在聰明的是什麼 找到跟雅光一樣 10月份打完底 然後這一邊最近11月份甚至在12月初 他還沒噴出去的 你現在買在這裡因為 10月份這一邊的第一個底部 你已經錯過了 你只要在當時候我在節目上跟你講大盤打底 你錯過你不敢買你那邊賣股票的砍在阿呆股你現在來講 要逆轉剩就是要買這個第二個底部 右空仰空的底部 這樣的股票都不多 你現在就要鎖定這樣的股票 11月份 你去買智原看看 我的節目 9月10月 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告訴大家 你從細字財的股票其中一檔 投信索碼叫 智原3035 另外一檔 法人 外資籌碼的股票 叫做什麼 力旺 我相信 我的忠實觀眾 都會記得 因為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來教學 我用兩個月的時間告訴你接下來要找什麼股票 你自己想一下 這是 智原的日線圖 你11月開始 去追 智原 因為11月開始 大盤起來了 你都看在眼裡了 好你11月去買智原的看看 你發生什麼事 你得到什麼下場 所以我一直聊到 再強的股票 再好的股票 你如果去追高 看到漲才要買 你鐵定吃虧 智原是不是好股票 是 他跟貨櫃三雄過往一樣都是好股票 他們從來不是壞股票 可是 前面的貨櫃三雄你追在高點了 你追在不對的時間點 就好像你在11月份去追智原 一模一樣的道理 11月份你去追 力旺 當然 這個不是一般人 會去做的事情 但我把它拿來當例子 我是要讓你看到 我跟大家來談 智原力旺 這種矽字台股票 是在 9月10月 我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跟大家來教學 兩個月的時間 就好是告訴你你要挑什麼股票 那你看到大盤漲起來了 哇這種 矽字台股票多強 你11月份買他 11月買他開始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力旺是不是好股票 是啊 今天來講的話我相信有一檔 大家都知道 3443的創意 他發生什麼事這邊就不用跟大家來多談了 我只要告訴大家這一檔股票你只要是我忠實觀眾 你也知道他是細字彩裡面 法人索馬的股票我在9月份10月份 把他跟智原還有那個力旺 三檔股票拿來節目他長期做教學 你11月份看到大盤起來了你去追 創意 創意 你發生什麼事情 我到我身上 這個就是一般人 投資人來講的話在股票市場很可惜的地方 因為往往你都是去買強勢股然後買在不對的時間點 所以我一直強調 現在這個時間點你不是去追那個標起來的 現在時間點 你要去買打第二個底部的 股票 剛剛的雅光他已經讓你看到 你現在要買的是這一個 位置 前面來講的話 我也告訴大家 因為大家 這個像這種有右空藏黑的我點名的股票 我的會員持股來講的話不會只有一檔 3016的加金 前面這邊不是藏黑 這邊不是還跌停 我節目上畫面直接就直接告訴你 跌停我也敢講 加金這一檔股票 10月份是不是打完底了 再來 第二個底部在什麼地方 11月初 右空 仰空的底 現在 這個禮拜那個 跌停打碰到跌停的藏黑棒他在幹嘛 做最後一段 嘎空的之前的最後一段嘎空之前的 右空藏黑 所以你夠聰明來講的話你可以從雅光身上可以從那個 加金身上去找到 你現在買的股票是什麼 像這一類打第2個底的股票 加金他給你示範了 剛剛的雅光也給你示範了 9月10月我所教學的細字財的股票 我要的是告訴你你要知道什麼 他們細字財那些股票怎麼來的 怎麼從底部那個長什麼樣子 你就應該進場了 所以我當時候佈局的是什麼 像加金這樣的股票啊 他當時候來講的話 當時候我用了很長的時間 你把細字財的股票一檔一檔拉出來 把他那一個9月份以前的日線圖攤開不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要再重新交過一次花太多時間要剪重播大家講的話一大半場如果你有興趣的朋友你可以在我YouTube頻道 去搜尋10月份的教學或是9月份的節目 我到我身上 所以我希望就是航行在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大家你要聰明一點 知道就是說 這個地方 對的股票 你只要報對 大盤你不要去思考 這個地方你如果想說啊老師那1萬8如果不會過我現在買股票會不會很危險 思考邏輯 方向不對 你現在應該思考的是 我要怎麼買到 那一些後續 會比大盤還強的個股 因為你的股票 報的股票只要比大盤還強 你管他大盤會不會過1萬8 你管他大盤會不會來到1萬9 因為他只要比大盤強大盤停在那一邊他也會飆出去 合金 今天來講的話尾盤拉起來 又創下一個波段新高昨天來講的話漲平板 我先你 不用我講 全市場都知道 合金了 以第三代半導體來講的話 一檔一檔股票起來 第一波我們都已經講過節目上我們已經講過了因為我前幾次都說你可以從這個畫面 昨天我早就 感謝我的會員 我們報那個地方合金來講他是終極底部的價值因為我 已經強調了 第三代半導體的股票 第一波的股票是什麼漢磊 我沒有帶會員做到 我部署是當時候在底部的加金 另外一檔就是什麼合金 這個會員訊息 什麼時候的 什麼時候的 62塊半 我節目早就已經公開這是節目畫面 截圖在這裡如果要播重播帶來講的話 又花太多時間 一檔一檔 都是我在節目上 重複去講過的股票 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來講的話當然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唯一只有在 底部區的時候 唯一只有在對的時間 你抱住 未來會比大盤還強的個股 你就不用去擔心後面大盤會不會過1萬8 會不會來到1萬9不需要 大盤即便是不過1萬8停在那邊 1萬9沒有辦法看得到 1萬8過去然後那個鳥鳥的又回來 你的股票比大盤強 你就可以比別人 更有機會 會賺到更多的錢 當時候合金來講的話 現在跟你講合金之前沒有跟你講合金的現在看到合金漲停板然後創新高跟你講的馬後炮了 你自己問你自己是不是 這個節目畫面的截圖 我當時候把這個英文字母然後6182合金 他日線圖攤開這個叫什麼 我10月底就已經代會員部署他了 因為我早就已經強調 漢磊我沒有代會員做到 但是我不會代會員看到漢磊飆起來了 拉起來了我代會員去追 我代會員部署了家金跟合金 我早在節目上 合金還沒有飆出來 還沒有漲停板 還沒有創新高之前我就已經告訴你這個 這件事情 這是什麼英文字母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相信這一路這樣下來 我最有資格跟大家來說這句話 市場上最可憐投資者是怎麼樣 莫過於身在底部而不自知 底部給你買 底部要你爆股票 可是你完全不知道 你只看到大盤跌 好多疑慮喔 這邊走空了 16000不保 趕快喔 15000破了怎麼樣 趕快賣股票喔 所以後面來講看到 11月份漲起來了 底部 真的底部了 10月份漲起來現在移植到18000 你看到漲起來現在才會討論 19000會不會來 20000有沒有機會 你在10月份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思考18000 20000 不會嘛 人家跟你講說會回到18000你反而笑他 罵他 所以看到漲才要買 追高殺低的一個輪迴 你是不是在那個後面來講的話你發現 大盤起來了 然後怎麼樣 市場上最這一波我發現這一波來講的話比較悲情的人是在11月份 去追資源的 去追細字財的股票的 因為細字財來講的話 他最巔峰的時段是在那個10月份9月份那個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 資源創意 你在11月份去追的現在來講的話都是 現在不曉得該怎麼辦 大盤漲成這樣子你11月份去追那個強勢股的追到 細字財的股票的 反而你現在來講的話 人家電子股漲成這樣子反而你是套在高點 你如果買的股票是在底部 這一邊還沒噴 你是優雅的你只要 優雅的等到他 你的股票如果是前面有領頭羊衝出去的 你買在底部還沒噴 你的股票是第2波第3波的股票 可是你的股票前面已經噴一段了 你才在這一個時間點去買他看到大盤漲起來的時候去買他 哇那就代表什麼 市場資金要去做第2段 第2輪的股票 第2波的股票的時候 從第1波股票的身上去撤資的時候來講的話把資金收回來的時候來講的話你剛好 人家收資金的時候你剛好跳進去 資源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看我的節目 當然你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務必要抓到 能夠複製前面標股的一些股票 資源那個已經過了 相同的我們的家金 也已經過了 家金今天來講的話 我直接公開嘛因為 我的會員買在什麼位置 我在節目上提醒你的 我早就已經 不斷不斷的 重複去強調了 我的會員買在什麼地方 最後一次買在10月5號 我甚至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你要買 85塊 九字頭的家金你自己要有能耐 因為前面來講的話 我相信 他已經拉起來了 那家金這一個那個家金前天的跌停保我都敢講了 我都直接都已經告訴你最後一波那個右空藏黑 你跳進去就是幫助我們最後一段往上嘎我們要獲利了結 現在來講的話家金這檔股票我的會員最多的賺最多的 已經可以到九成了 所以你禮拜二 看到家金 那個殺一根藏黑打跌停的你有下去空他的我這邊感謝你 因為最後一根右空藏黑最後一波右空軋空的行情 你贊助我們 當然我不知道後面能不能賺一倍 但是我們只是相同的事情重複做 一樣的選股邏輯底部的部署 對的股票 我們幹嘛害怕 家金已經過了 那個跟剛剛所聊到的那個拉起來漲停板了 核金已經過了 第三代半導體來講的話還有能夠 跟上家金跟核金的股票 你現在才要掌握他 你現在才要在他還沒噴出去之前 趕快進場部署他 第三代半導體的股票 當中還有什麼高價 所以你有資金的你千萬不要浪費放錯地方 你現在回頭想起來禮拜二家金這個跌停的你有下去空他的 我這邊真的再次感謝 因為我們現在家金這一檔股票我們已經要最後一段 軋空上去最後一段 我們要做獲利下車的動作了 獲利下車我們這一邊第三代半導體的股票 新會員進來部署好的 舊會員這一邊加金 全部獲利了結就是要轉進這一些股票 第二個 右空足底因為10月份的底已經過了嘛我現在不能跟你講說哇10月份的底我們還買得到 騙子 早就已經公開了嘛10月份我們買的股票是什麼 加金嘛其中一檔嘛 漢磊我們那時候沒有部署到 合金我們也是第二除了加金之後後面那種新進來的會員我帶他去買合金嘛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你要知道 細製財你去追的你現在就套到了因為那個人家是那個9月10月 我在節目上已經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跟你解盤的股票了 我告訴你那股票來講的話告訴你接下來要選什麼股票才會漲 所以10月份的加金 10月份的合金這一類的股票 他等於是什麼 前面來講的話 細製財的股票還可以標起來那個所有底部的股票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這個當所有底部的股票現在都漲起來了你現在要買什麼 買那個會跟上他們腳步的股票嗎 我要再次強調 加金我們已經要獲利了結了 資深會員加金的持股會員他現在一張 已經可以賺到7萬了 那這樣的股票來講的話我相信他也不是什麼高價股 一張可以賺7萬了 那我相信就說10張 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難事了 5張 35萬了 我相信就說我清淡的會員 這樣的股價來講至少都是這樣的持股 都是這樣的張數 除非你的資金真的比較少一點 現在的行情你要 跟得上的是 可以跟上加金腳步的 可以跟上那個已經拉起來創新高的合金的腳步的當然漢磊已經第一波已經上去了 其他很多IC設計的股票 那個都已經過去了 貿達我們其實賺超過7成現在也是準備 這邊來講的話 要準備要獲利了結的 電源管理IC的股票有哪一些現在還可以部署的反而是你的重點 因為 貿達來講的話電源管理IC的股票 難道你要不要再講嗎 大家都知道嘛 信心嘛 窄版三雄我每天盤前 分析所點名的人氣股 指標股 我有沒有拿掉過沒有你只要在我Lite這一邊 畫面左下角小阿鼠GoReach55688小阿鼠GoReach55688你每天早上8點點進去那個盤前分析連結他一直都在手機往上滑 10月份他都在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怎麼講他們的 那我會告訴你那時候來講的話他股價不到100 所以我帶貨員做一個長波段的部署 沒有壓力 也超過一倍啦 你現在要去追那個新興嗎 我們已經要獲利了結囉 新興我們這邊已經準備鎖定要獲利了結囉 然後你才要去追買他嗎 不要這樣子啦 就好是已經強調了 這一些股票 他在底部的時候他在右空打底的時候第二個右空底的時候 你要進去買他爆他 而不是這一邊拉起來的 創新高的就好像你在11月份去追那個矽智財的股票 悲情啊 我就這邊就不用講世新K1 因為世新K1大家都知道 當時候來講他就有矽智財的一個題材 所以他能夠整個空頭格局逆轉 可是時機錯了嘛 你在11月去追買那個 10月9月漲起來的股票已經漲兩個月的股票 你去追他11月去追他你當然會套在那個豬頭山上面啊 所以我聊到嘛 你現在11月份去追那個矽智財的股票的 很明顯你連五成都賺不到 你還有可能套在豬頭山 所以換句話說你只要從 一開始操作股票習慣把它改掉 不要看到拉起來大盤漲起來拉起來了 去追他 你自然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堅持買在底部區 我已經聊到堅持買在底部區 行情在這個時間點 又空完嘎空起來了 那一些追漲的他自然會幫你抬轎第一個 第二個那一些 看他不爽的嘎空的他自然第二種人會幫你抬轎 所以你堅持買在底部區這個時間點來了會有兩種人幫你抬轎 你為什麼不做聰明的事情現在的你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告訴大家不斷的告訴大家這個觀念你記起來你在股票市場的路 至少可以走久一點你不會去 套死在 豬頭山上面 時間關係拉最後面我告訴大家邀請大家你守這種資金的人 標股底部的搶錢專案 我邀請你我希望你好好掌握這個時間點 又空的底 是10月份第一個打完底之後的第二個底 你現在不要去追那個買那個已經漲起來創新高的股票 尤其是已經突破前高的股票 不要輕易去買 你反而要 找那個右空打底的股票 第二個底已經掌握到 後續來講不管大盤要不要供19000 18000會不會過還是拉上去又下來 你的股票只要比大盤強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賺得到錢 你去追那個漲起來的股票大盤震盪了 他一定會有獲利了結 你追高了後面就會逼到被殺低 這個輪迴我希望說你看我的節目好好 牢記在心裡面 因為年底這一波一直延伸到明年農曆年 你過年之前能不能賺他一筆 這個觀念 很重要 時間關係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祝福大家我們明天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見